高中主準備出發 成員有阿蘇 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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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慎 還有我 我家有照到嗎 還有雅姐 阿姐 我們的Leader 阿姐 阿姐 還有毛利 變黑的毛利 我們的高中主 準備出發 當小學者在北方女上課的同時 我們的高中主 也前往巴格摩尤當地的一所女子高中服務 Marian Girls High School 是教會在巴格摩尤成立的一所女子高中 學生來自全國各地 是坦尚尼亞國內最好的高中之一 我們在Marian除了教授基本的物理化學之外 用力用課餘的時間 舉辦了一連串的科學競賽和教育座談會 希望能藉著這個機會 帶給他們另一種看待與學習自然科學的方式 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電影座談會 試著了解他們對於教育的看法 並與他們討論教育的重要性 他們唱的是他們的婆婆 大家都在唱 老師好合音耶 他們都有合音喔 老師有唱不同的聲譜 我們不覺得我們是 也老師 就跟小學不一樣 小學好像上課的時候他就可以 就可以跟你說沒燈,怎麼早安 然後什麼 學生都不會這樣教我 感覺比較像朋友 然後下課的時候問我問你的時候也都沒有禮貌 就是也不會摸來摸去 就是是正常 就是他們很有禮貌 然後就是感覺很像朋友啦 可能我們上課的態度也比較沒有像他們的老師那麼嚴格 然後 而且他們的 他們的英文都比我們好 其實他們教的東西不會很難 只是英文的 所以就是要 英文要練得很好吧 OK Alright, Let's continue 他們沒有說過這種 就是比較基礎的電腦曲面 或者說 甚至他們連那個按滑鼠的右鍵 然後甚至連點兩下可以開檔案 都不是很熟悉 所以說 在教學的時候就是要亂的去 修改我原本設想的 上課的內容就是要一個步驟一個步驟講 然後所以說 如果說 我們要過去的話 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 如果說他們學到電腦的話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 幫他們協助他們建立電腦的資訊的東西 對 然後可能就是要 從最基礎 因為 沒有人他們可能 連那種 可以做為教學的電腦硬體的基礎都沒有 對 所以說 就是 覺得可能就是要 第一步要做的 應該是先建設他們的電腦硬體吧 OK 等一下就開始第一場科學競賽 然後呢 現在大家正在做 preparation 我們現在在 Marian High School 然後現在是下午3點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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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他們就是那天的學生 接受到一些 就是我們帶過去的遊戲 他們真的很喜歡 因為他們以前好像就是沒有 沒有類似的經驗吧 然後就是 他們覺得 哇怎麼會有這麼好 然後他們還問 我們是不是在台灣都是常玩這個 然後 然後這個怎麼那麼好 後來我們就玩水火箭了 你知道 就是 就是發射啊 然後有人可以飛過房子啊 然後有人可以打到樹啊 然後 然後 毛利很可憐 他就 還被 還會被水火箭打到頭 真的是很可憐 就從我這裡飛過來 我已經蹲下 已經來不及了 他一直在我這邊擦過去 而且我 真的走一個大寶寶 第一次舉行科學遊戲的時候 就有很多 就有一些老師 高中老師 他們在旁邊 聽 然後 在旁邊 關我 然後我就去問那個老師說 欸你們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你們 你覺得這間 這個遊戲 對他們來說是有幫助的嗎 然後那老師就跟我說 他覺得很好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這樣子的 進行教學跟 就是讓他們進行這樣子的活動跟教學 然後他覺得這種 方法讓學生有一種新的思維跟 新的想法吧 然後他也覺得 是很有趣的 然後 對啊 雖然是我們玩水火箭的時候 就引起轟動 就還有老師說他也要玩 然後 就覺得很開心 對啊 就覺得這是一件 還蠻好的過程 你知道嗎 有 五 五 文字幕 好 一 八分 八分之一 甘魯 你要做團會了 沒有 沒關係 他是他 他一點都不脂肪 你看他在大笑,他有點不緊張 因為我有大操啊,所以我很安心啊 誰要抓到有那個東西就比較安心 忘詞的部分就可以給雅姐了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你的大操 你不擔心我都開始有點擔心起來 我幫你拍一下 幹嘛這樣嗎 我會拍 我會拍 我跟教授李,他幫我幫忙 希望以比較輕鬆的方式 然後來討論就是教育這個東西 就是放諸四海階段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就用電影的方式 讓他們去想一想說他們自己國家的教育 有沒有哪些需要可以反省啊 或者是讓他們未來如果有機會可以就是 他們能力所及可以使得上列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反應就是 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好 就是即使不包括在學生看電影的時候 反應也非常的熱烈 或者是在之後我們有什麼那個 台灣的學生跟當地的高中學生的討論會啊 就是有一點像是經驗的分享 還有就是 就是對於教育的一些想法啦 或者是未來的期待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他們當地的學生就是還蠻有 就是他們他們的反應還有他們思考的深度都是 就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這樣 就非常的好 那你根本上不已 站在你 站在我身邊 並不沒有 長的華 清白 那我身邊站到別人 那你也有 你還 OK 我的說法 你的孩子是你 不是我的 就能給你 感谢观看